Hello I'm Michael 這次我要跟大家說明設定 首先要到後台去 按工具到後台 之後 到產品的群組 後台產品的群組 點選產品群組 首先這次母親節有三個選項 一個是主餐 主餐就是母親節的主餐 所以呢我們到群組名稱裡面呢 就要去母親節主餐 再來第二個主題呢是甜點 那我建議在名稱後面的是打上日期 新增下一個選項是甜點母親節甜點 設定好之後呢 Key上一樣Key上日期 然後呢完成之後按儲存 之後再去新增 第三個選項 因為我們有飲品 四種品項飲品選擇兩項 所以呢我們一樣選擇母親節飲品 後面一樣標上我所 就是我們活動設定的日期 開始 結束 完成之後呢 我們要把顯示於前台呢 那個勾選取消掉 這樣子我們在Post一點餐的時候呢 就不會出現在前台 以免錯亂 下一個步驟呢 儲存完之後我們要打開門 到產品設定裡面去做連結 產品設定 那主餐呢有四個選項 所以呢我們就選 綠咖哩 雞肉 鮪魚燉飯 之後呢右上角再往右選 有一個群組連結 我們要選群組連結呢 然後選擇我們剛設定的群組 這是母親節主餐 所以呢我們要到母親主餐裡面按下去 反黑之後呢按儲存 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我們會有 brunch 跟 點心 所以呢我們要去選擇 點心類 點心類有兩個選項 一個選項是薯條 加上 雞翅 一個選項呢 是薯條 加上雞丁 所以呢 我們一樣按群組連結之後呢 我們一樣按群組連結之後呢 選擇母親節主餐 按儲存 薯條 薯條 加雞丁 母親節主餐 按儲存 再來 還有一個是 brunch brunch的話 這次活動選擇是 是 雞腿 雞腿排寶 雞腿排寶 所以呢我們就要到brunch的 的 部門裡面選擇 BBQ 烤肉 蜂蜂蜂蜂蜂雞腿排寶 按群組連結 之後呢 點選母親節主餐 讓他反黑之後呢 做儲存 我眼睛比較小 找不到 OK 母親節主餐 按儲存 接下來主餐設定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設定甜點 因為這次活動有甜點 有哈密瓜 鬆餅 所以我們去鬆餅的部門 選擇哈密瓜鬆餅 群組連結 選擇母親節 甜點 按儲存 到商品部門 吐司部門 布丁吐司部門 裡面哈密瓜 布丁吐司 群組連結 按母親節 甜點 儲存 甜點完成了 接下來 第三個連結呢 是飲品 所以呢在這飲品有 好 經典拿鐵 所以一樣群組連結 這次我們選擇母親節飲品 反黑之後儲存 再來呢 是 我們的主打商品 木瓜 牛奶 冰沙 所以去木瓜牛奶 裡面 群組連結 按母親節飲品 好儲存 之後還有呢 我們的飄飄系列 清零酸甜飄飄 一樣群組連結 按母親節飲品 接下來我們一個紅豆歐雷 原本是紅豆鮮奶茶嘛 那現在變成是紅豆歐雷 所以呢 我們要去 去 可以 可以將原本我們品項 紅豆鮮奶的部分呢 先做群組連結 它是屬於 母親節飲品 好了 因為我比較懶一點 所以呢 我直接就把 紅豆鮮奶茶這個品項呢 直接變成 紅豆歐雷 所以我要去 基本資料裡面呢 做稍微的修改 把它改成 紅豆歐雷 儲存 當我們把群組 產品群組 設好之後 把所有的 產品呢 丟到群組裡面 這時候呢 我們要去做一個 動作就是 我們產品部門裡面 會設定一個活動 因為這邊產品部門 有很多的活動 所以我們一一設定活動 那我現在到 Post機的 點餐的主 畫面 看一下我有沒有活動呢 裡面是沒有任何的活動 所以呢我會到 產品部門裡面 去新增一個活動 我就直接按新增 部門代碼呢 這時候 部門代碼呢 我可以key 2015 0505 然後batch 001 部門代碼絕對不能重複 那部門名稱呢 我就直接key 優惠活動 key完優惠活動之後 我在 我在活動裡面有很多活動 a活動b活動c 所以呢 我要到 我要到 產品設定裡面 產品設定裡面 我要到 產品設定裡面 然後選擇 在這優惠活動的 那一個部門 我現在在找 產品部門裡面的 我剛key的優惠活動 找到了優惠活動 之後我要去新增 在這優惠活動裡面 我要做一個活動 是母親節活動 好完成 之後母親節活動 就有四個選項囉 然後它的價格是呢 520元 所以呢 我會先去 在這活動裡面 直接先key520元 輸入 它有四個選項 第一個 主餐 所以呢 我要按加 上面打 主餐 然後呢 因為它是優惠活動 它沒有任何 價格 所以打999 群組呢 我主餐 我就剛有在 產品群組裡面 有key個叫做 母親節主餐 所以我現在去找 母親節主餐 所以我現在去找 母親節主餐 反黑之後按完成 之後第二個選項 之後第二個選項呢 是 然後之後我們要update 一定要按update 之後第二個選項的話呢 是 甜點類 所以呢我們就按 甜點 一樣價格設定 基本價格選 999 群組 我們剛剛設定的 產品群組裡面 有一個叫做母親節 甜點 所以我們要進去群組裡面 選甜點 update 第三個選項 因為我們在飲品裡面 可以選擇 兩支飲料 所以呢 我們去按 飲品 第一個飲料呢 它有兩杯 所以呢我們要選擇 第一個的 第一杯飲料 然後 價格一樣 設定999 那口味一樣 是到群組裡面選擇 母親節飲品 因為有四個飲品 可以選擇 兩杯飲料 所以呢 在這 完成 update 之後呢 第二杯飲料 一樣再按 加鍵 價格 999 群組一樣到母親節飲品裡面 反黑完成 update 接下來儲存 就完成所有的設定了 之後呢 我們要到前台 確認我們的設定 是不是對的 所以呢 我們要打開門 到點餐的前台 之後呢 到我們的優惠活動 選擇 選擇母親節活動 第一個呢 是主餐 主餐有四個選項 可以選擇 BBQ 烤肉豐味集團 保安保 假設呢 我選錯沒關係 點鬆餅 它就跳到兩二選一 然後選哈密瓜布丁吐司 飲品呢 有四個選項 可以選擇 兩個 第一個是經典拿鐵 第二杯飲料呢 是紅豆 歐雷完成 就是520 然後呢 我們按一般功能 選擇補出餐單 選擇補收據 確認一下我們的 是不是可以正常的出餐 出單 收據也可以正常 是不是有沒有品項 有沒有漏掉的 OK 這就是 2015年 5月8號 母親節活動的開跑 那他結束時間呢 是到5月31號 以上 結束 拜拜 好